美联社检视的外流数据显示 位于东都角散南部的复数线 将近每25人就有一人因恐怖主义相关罪名被判诸遇 这是世界上已知的最高监禁率 今年来中国政府残酷镇压 主要为穆斯林的维吾尔人 当局宣称是反恐战争 附属县是典型的东都角散南部农村 有超过26万7千人居住在当地 这份名单显示 县内遭判刑者的刑期介于两年至25年 平均为9年 这些被关押的人们来自社会各阶层 包括男人、女人、年轻人和老年人 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点都是维吾尔人 专家指出 这清楚表明明界仅仅因为是 维吾尔人而成为目标 受疫情及清零政策影响 中国4月份的主要经济数据出现倒退 其中 非生活必需品和餐饮销售 拉低销售总额 基本生活类商品销售和网上零售持续增长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 游升转跌2.9% 较市场预期上升0.4% 出现倍向发展 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亦按年跌11.1% 跌幅远较市场预期大 土耳其总统埃尔端与来访的阿尔及利亚总统特本 举行了记者会 埃尔端在谈及与阿尔及利亚的增议时说 作为在确保非洲大陆和平与稳定方面 发挥重要作用的土耳其和阿尔及利亚 我们决定加强在国防工业方面的合作 我们的新增议目标是100亿美元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科布夫昨天表示 瑞典和芬兰为应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进攻 而申请加入北约是一个严重错误 并警告其后果将是深远的 另一方面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中芬关系一直十分友好 芬兰申请加入北约 当然会给中芬关系带来新的因素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科布夫昨天表示 瑞典和芬兰为应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进攻 而申请加入北约是一个严重错误 并警告其后果将是深远的 另一方面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中芬关系一直十分友好 芬兰申请加入北约 当然会给中芬关系带来新的因素 对于冲审将迎来回归日本50周年这一节点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 为减轻美军基地负担将继续努力 岸田文雄在冲审出席活动时表示 将继续尽力减轻驻日美军基地给当地带来的负担 当天来自冲审以及日本各地的民众 在活动会场外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基地给当地带来的过种负担 在联合国人权事务勾结专员巴切雷特以及其代表团 访问中国和东都决散之前 东都决散集中营受害者论坛的成员来到联合国 安卡拉办事处提交了他们有4万个签名的申请 集中营受害者的亲属在提交申请前发表了一份声明 论坛发言人米尔扎赫玛一提在评论米歇尔巴切雷特访问东都决散时说 我们敦促联合国人权代表团不受控制地进入东都决散 并做出揭露真相的决定